好 时间来到7点21分 带你来关心天气了 我们要告诉您 今天天气就要有所转变了 告别三天的好天气 有时候会让您觉得热得像夏天 但接下来要一秒就入冬 要告诉您今天呢 在封面通过之后 您可以看到后头等压线相当密集 代表今天后头的卷冷气团 将南下开始影响台湾 将军遇过这一波强度 是有达到冷气团等级的 当然实地的温度表现还要再观察 不过呢 既然是有冷气团强度 就代表天气的变化 是相当迅速而且明确的 大家还是要格外留意 而另外海面上这个雷一台风 我们透过雷一的动态图 还是来关心一下 它的路径持续呢 会来朝向菲律宾前进 但是外围有些水气 会开始影响到台湾地区了 再加上呢 今天有封面通过 所以水气的确是多了一些些 也提醒大家要格外留意 目前呢 北部已经开始有些地方 开始降雨了 今天呢 算是降雨最多的一天 也因此要提醒你 明天过后降雨会渐渐缓和 公投日呢 虽然冷 但是有机会水气减少 不过呢 这一波的封面云带 看起来呢 累计雨量最多的 可能还是有将近百毫米之谱 而且在东北部跟宜兰地区 仍旧是降雨热区 提醒大家注意 来看看即时温度 目前呢 事外的温度相较之下 还算舒适 北台湾在20度 南台湾也是 但是呢 其他地区有些辐射冷却效应 大概在17到20度之间 你可以看到 今天低温在花莲 只有13.7度 加一是17度 那么当然呢 这两个地方 都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 但是呢 随着雷一的云带 开始慢慢影响台湾 所以其实哦 雨量也开始渐渐增多 今天呢 中部以北地区 都有下雨的可能性 所以提醒您 您现在看到的低温 很有可能 就是今天的相对高温 因为再晚一点 等到呢 封面通过之后 开始降雨降温 然后呢 冷空气再下来 今天的温度 可能就很难上去了 而这样的情况 又以北部更加明显 最后就来看到的是 下一张图非常清楚 相当局告诉大家 这天气呢 就以这三天的话呢 今天的水气是比较多的 而且温度开始一路下滑 入月之后 北台湾就有机会 来到12度左右 保暖工作真的要做好 今天呢 洋葱式的穿衣 是要越穿越多 但是明天呢 公投日 以及这个周休假期 可以看到 北部东半部 整天都是凉冷的 中南部则是日夜 温差比较大一些 早晚你也感觉到 凉意跟冷意 毕竟这一波 看起来是有机会 达标到冷气团强度的 但是水气就会渐渐的减缓下来 只有在大台北的东侧 跟近山地区 比较容易有飘雨的可能性 所以原则上 今天是湿冷 然后温度开始往下滑 但明天过后 就会渐渐的稳定下来 只是天气真的很冷 要持续到礼拜天过后 才会渐渐缓和下来 但是下个礼拜 看起来水气会比较多 的确有可能是 雷一的外围水气影响 也再度提醒大家 在随时滚动式的更新 气象预报 等会吗 对 推广 Yas